随风飘逸的白色芒草花遍布在大汉溪的沿岸 看到这样的芒草花海就代表即将进入晚秋的时期 10月过后是芒草开花的季节 不仅大汉溪沿岸看得到 不仅像的东眼山在10月中旬以后 也会出现像这样雪白的芒草花海 芒草大家就知道 它是和本科的植物在我们全省到处 如果你留意的话 在三边都可以看得到 芒草它因为是我们台湾 也是台湾非常有一个韧性的代表性的植物 它因为是先去树种 所以它非常能够适应 还荣荣的芒草花开满河岸 甚至连河中间的小土丘 都有几株特别艰艳的芒草花 屹立在湍急的溪水中 这样带着苍凉气氛的芒草花海 从10月开始到12月中旬都有机会看得到 希望借这个机会让民众不用跑得太远 在我们就近这个前山 就是东眼山 就可以来欣赏这个秋天的美酒 芒草花不只春天可以赏 林务局今年就特别举办芒草花的活动 希望到达西汉复兴乡的游客 也能体验看看 在秋天欣赏白色的芒草花海 这段报道有点新闻 林小凡采访报道